鄉妙興他們就在旭街 在清潭口抖門頭那邊開駿 1760年鄉妙興打通石槍 郭熙流隨後取得萬聖莊啃戶資金 另外就在過橋坑段開駿 郭元芬稱之為上癖駿 所以這個名稱的由來 都是後來的人來給他命這個名字 所以說有了所謂的上癖駿 那郭熙流的上癖駿開駿 他有知會蕭妙興 並共用守便的駿路 守便就是抖門頭到大兵林駿 東西駿分水處 就是在中心路上面 郭熙流上癖駿頭駿路幾度流失 困被失敗 所以說他在過橋坑的那一段 他事實上他也沒有成功 那1765年蕭妙興完成了大瓶林駿的通水 那郭熙流這一年過世 那郭熙流過世前呢 有竹檢或者是埋鋼 要過景美西的工程都失敗 然後1767年他的兒子郭元芬跟萬森莊可護 重訂合約 重訂合約 然後改以碧潭足菌 來取水 1778年左右 完成了台北盆地的系統性的通水 所以柳公駿的通水 還要再晚 差不多整個通水的話 是要到1778年以後 所以比這個大瓶林駿 還要晚個十二三年左右 好 那